有请95后的脱口秀演员 池子 大家好 我是池子 开了那北京开播的时候呢 我刚两岁 当时特别喜欢乡姐 后来主持人换了 我把他家电视都砸了 今天呢 我也不让你陪我电视 我就问你 你能不能把talking给我 大家好 我是池子 非常开心来吐头大会啊 首先大家看我们的主持人 就特别厉害 对不对 张绍刚 后排观众先把棍子放下啊 对 你们可能有的人很生气 但有的人还不认识 你们去网上查一查就知道了 我在网上搜张绍刚三个字 相关链接都是什么 张绍刚被打视频激进 张绍刚被打视频回顾 我觉得一个主持人啊 做到这个份上 一年出一个被打视频激进 也挺不容易的 然后张绍刚老师呢 一直在求职节目上 把那个求职者赶下台 对吧 厌恶所有的求职者 我觉得大家也理解他嘛 对不对 因为他如果把所有求职者赶下去呢 他可能就会找到一个工作 刚才我在后台啊 看到一个特别奇怪的一个画面 韩乔生老师 在跟张绍刚老师探讨主持技巧 两个人在互相学习 你说你们两个人有什么好学习呢 我觉得韩乔生老师 如果学完张绍刚老师 那解说成什么样了 对吧 现在七号队员上来 七号队员上来 七号队员一上来 我就特别讨厌他 好 韩乔生老师呢 是中国解说界的老人 注意我的措辞 中国解说界的老人 这里面有个重点 重点就是他是个老人 不能 不能 对不对 他老到什么程度 就这么跟你们说吧 他刚开始解说足球的时候 中国足球还叫醋狙呢 韩乔生老师的解说呢 都很厉害 大家都知道啊 就是业内称之为意识流 就什么概念呢 就是天赋到了 不管什么比赛都能说 足球 篮球 乒乓球 有一次他的助手 想考验一下他 在他工作的时候呢 把他显示器关了 你们猜怎么着 不耽误他解说 本来今天广告商呢 想让韩乔生老师 念一条广告 很简单 就六个字 Vivo 柔光自拍 六个字 对不对 韩乔生老师啊 Vira 柔光自 不对 Vivo 柔光自拍 Vivo 维光自拍 Vivo 柔光自拍 Vivo 了V的自拍 后来呢 广告商呢 多出了一点钱 让我念了 然后陈汉典 汉典哥以前也见过 汉典哥刚出道的时候呢 不哄骂 但是康永哥就告诉他 年轻人 不要着急 你沉得住气就好 汉典哥这口气一沉 沉了十二年 汉典哥 喘口气吧 再不喘气你就过去了 康熙来了停播之后呢 汉典很久没有上过节目了 就是非要来我们节目 我们就跟他说 我们上我们节目 钱很少的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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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我们节目被吐槽 非常的厉害 习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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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特别喜欢 你们节目的形式 我说我们节目什么形式 他说就是作者的形式 李淡 我的朋友 虽然不想这么说 但确实是 我的朋友 他能看出来 就是个作家 是个诗人 对 然后也是个美发爱好者 他的穿衣风格呢 总结来说就是僧女一样 有一天跟他一块走路 碰见一个书店 说 池顿信不信 这里边有我的书 我说一个机场书店 有你的书 有什么好骄傲的 我就去问吧 我说 这儿有李淡的书吗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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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是 上次进货进错了 全是他的书 这样 买一本李淡 送三本张绍刚 我说 有个老板说嘛 真的 真的不用 在家五本黄紫胶的 我说 不要 真的不要 在家五本男人装 我说 多少钱 然后 大家知道 您静 静姐 就是刚出道的时候 其实演技特别惊艳 大家都形容她是 巩俐的接班人 对不对 然后出道以来 现在已经三十年了 天天等巩俐下班 什么 我没听到 可是造化弄人 巩俐刚下班 张子怡上班了 然后是黄紫胶老师 紫胶 对她工作特别认真 她曾经说过 自己每次录制完呢 都会反思自己的错误 做记录 大家知道 不是所有主持人 都能像她这样的 每次录制都有错误 黄紫胶老师 因为主持事业 特别不顺利嘛 曾经有一段时间 出了十五本书 其实呢 她就想让大家证明一下自己 对不对 你们看完我的书就知道 我主持还不错 然后是李湘 湘姐 网上走有很多网友说 湘姐一个人就撑起了这个家 湘姐回家呢也很郁闷 就跟老公商量 老公啊 对吧 你看我也过气了 你也不赚钱 那咱俩不能指着 安着了赚钱吧 俩人一拍即合 湘姐的主持风格 大家都知道啊 特别爱插话 李湘跟张绍刚老师 如果主持一档节目的话 李湘一插话 张绍刚就想打断 张绍刚一打断 李湘就想插话 李湘一插话 张绍刚就想打断 你们知道什么是 涌动机吗 说了这么多呢 最后我想感谢湘姐 我虽然没有机会看她的节目 但是我还想说那句话 我妈是看你节目长大的 真的 可以这么说 我妈喜欢你节目 喜欢到什么程度 她看你的节目 都会忘了打我 真的 我觉得你就是 我童家的守护神 湘姐 谢谢你 谢谢大家 我是池子 来吧 池子 让周伟彤认识一下 能生出猴子的你 有请池子 大家好 我是池子 我觉得曹云津老师跟我特别像 两个人都是暴躁 在生活中呢 曹云津老师比我暴躁 但在舞台上可不一定 大家好 我是池子 首先谢谢我们的主持人张绍刚老师 非常感谢他已经下去了 因为如果他也不下去的话 没人敢上了 我跟你讲 很多人都误解张绍刚老师 说他是个情商很低的人 希望大家看完我们节目之后 对张绍刚老师那些误会 那些偏见 就是能再加深一点 就兑现你们在网上那些诺言 就不要让他再出现在下一期节目里了 好不好 然后是我们的沙宝亮老师 宝哥 宝哥有一首歌曲叫《暗香》 《暗香》呢飘了有三十多年了 我觉得这首歌呢不应该叫《暗香》 应该叫《味太大》 宝哥还有一首歌曲叫《男人好男》 歌词是这么写的 《白天男子汉 晚上汉子男》 我对你们这首歌呢就有一句评价 你的歌声里有你的故事 宝哥呢有自己的马场 他有自己的马场呢 也不是为了说炫富啊 或什么真的爱骑马 是因为他以前是练杂技的 有很多职业习惯改不掉 就比如说他骑摩托车呢 在高速上总站起来 非常危险 只能骑马 本来韦彤啊去参加跳水节目呢 去显示自己的身材 我们可以理解啊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宝哥也去参加这种跳水节目 而且关键问题 你们知道吗 他穿的秋衣秋裤 我都特别严实 就去跳水 关键问题是 他的跳水的技术还真的不错 还练过杂技嘛 有基本功 那技术特别标准 我觉得宝哥 你选错路了 我觉得你要当一个奥运选手的话 早就红了 你想啊对吧 你要当奥运选手 能拿到金牌 然后你下来 进入娱乐圈 人还发现 你还会唱暗箱 然后接下来是曲莹阿姨 曲莹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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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由于我家呢 实在是没有你的挂力啊 我确实是在网上查的你的资料啊 图片什么的 我就在查资料的时候呢 我爸看见了 说池子 少看这种东西 我说我工作呢 爸对吧 你别闹工作呢 我爸说拉倒吧 不知道他是谁 然后是周杰老师 又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又来我们节目 上次参加完吐槽大会呢 节目效果其实非常的好 大家对他印象也有很多好转 但是我们跟他呢 都不太开心 我们不太开心呢 是因为我们不想让大家 对他印象有好转 他不开心呢 是因为不开心没有吻戏 周杰老师前一段时间呢 去参加一些相声的一些节目啊 然后曹云金老师呢 相声说不下去 来吐槽大会了 今天在这呢 相见就是缘分 这一次的主咖是曹云金的 你看上一次主咖是周杰 他都不敢坐那了 你还往那坐 对 周杰老师上我们节目呢 是想活啊 但是你为什么上我们节目 你在微博上写作文也能活 你不知道 坏不坏了 现在前一段时间呢 被收了名字啊 很难过 但没关系 他收你名字 你也收他名字 对不对 你把郭德纲的得子收走 他那名字就剩郭刚了 对吧 念快了就是光 而且大家也知道他很过分啊 在家谱里边把他都删了 我觉得你也没有关系 你家谱里也删他 对不对 但是我就比较博爱了 对吧 我打算明天写一本家谱 你俩都有 对不对 咱们平起平坐 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好不好 现在呢 现在也有自己的场子了 金字的自己的相声的场子 叫听云轩 听云轩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堆人听一听 自己的云字到底去哪了 大家应该还记得 当初那个曹云金的作文里边 有一件故事啊 说的是他在停车场 碰见郭德纲在车上 想上前打招呼 结果关上车门他就走了 其实这件故事呢 是这样的 当时曹云金看到郭德纲在车上 说师傅 下来谈谈吧 凭什么 我叫他车 刚才在后台我们一块聊天嘛 曹云金老师为了缓和一下尴尬的气氛呢 就给我们看他的演出视频 给我们一堆编剧啊 看演出视频 结果越看越尴尬 那段子全是我们写的 大家都知道把什么文件啊 东西存到云盘里面 是比较安全的一种座位 对不对 但是现在云盘呢都要收费啊 我们段子手从来不慌张 对吧 因为曹云金老师就是我们的段子云 有什么段子对吧 不怕忘 忘了呢就去他的演出视频里面找 肯定找得到 如果找不到 就去郭德纲的视频里面找 沙宝亮老师一个歌手 拿过打几节的冠军 曲莹姐姐一个模特 拿过百变大咖秀的冠军 曹云金老师一个相声演员 开始倒腾发票了 金子我知道你经历的这么多呢 很不容易 现在正是在风头浪尖上 我想用宝哥的一首歌送给你 那首歌唱得好啊 在灿烂中死去没有关系 还有下半句 对不对 暗箱残留 谢谢大家 我是池子 欢迎池子 大家好我是池子 前两期呢 talking都没有给你 我这个人无所谓 对不对 我在乎吗 我有的是talking奖杯吗 来来 盛阳老师给你三个 别客气 给你给你给你全是你的 对吧 你这这这底座拿一下 对那不太好 来你也有你也有 来来来来 辛苦辛苦辛苦啊 是talking还谁没有啊 脆不脆 主来啊 今天talking不用给我 真的不用给我 你觉得我说的最好 也不用给我 talking谁没有啊 对不对 大家好我是池子 今天又看到张少刚老师 真的非常开心 对也不知道怎么办 怎么了 还在这儿啊 对你们看啊 他已经主持了两期 吐槽大会了 现在还在这儿啊 你们也不要说 我们嘉宾那么有血性啊 只能说现在 中国医疗技术太先进了 你们看看他 知道哪条是假腿吗 不知道 对不对 都是假的 这几期节目呢 不仅我们嘉宾也很生气 广告商也很生气 张少刚老师 站左边挡住了念慈安 站右边挡住了vivo 你主持功力其实还行 你就是主持面积太大 这场非常开心啊 遇到了同样可能缺水的 浴池林家老师 特别开心啊 我觉得人呢缺水 对吧 你叫什么大海 对吧 你叫小河 对吧 哪怕你叫池子呢 对不对 你非得叫浴池 你搞得这么生活干什么 而且你叫浴池也就算了 对吧 你还是林家的浴池 你知道林家都洗什么嘛 对不对 脏不脏 而且我觉得这个名字真的很好玩 对吧 你叫浴池 那你的爸爸是不是叫浴霸呀 哈哈哈 接下来我们看台上最大的那一个啊 也不是什么粗黑 他就是幼圆 我跟你讲啊 哈哈哈 对真的是我的好朋友王建国啊 你们可能不太认识他 他的台下呢是一个就是负能量小王子啊 真的特别负能量 天天跟我讲 池子 你看我这么胖 手机还丢了 你说我恨这个世界 我真该死 我就劝他对吧 我说建国 你该死跟你的手机没有关系 好不好 哈哈哈 而且他很暴躁嘛 但但他是个东北人 我就理解对吧 你们可能不敢相信啊 台上还要个东北人 哈 刘维 你也是东北人对 我就想啊 这人与人的差距咋就那么大呢 刘维对吧 你说你是东北人 我觉得他雕都不干 哈哈哈 我怎么雕都不干 然后啊 刘维 刘维呢是2005年参加过那个我行我秀的比赛啊 获得了全国总冠军啊 当年的那个选秀比赛呢 还要一个总冠军是李玉春啊 哈哈哈 哇 哇 太可乐了 你当初啊 要去参加快乐的女生对吧 你现在起码 起码会很快乐嘛 哈哈哈 你坐下坐下 啊 亚南姐 特别漂亮啊 本来这期节目呢 其实没有她嘛 因为主卡是王祖兰 然后我们去采访的时候呢 我们就就就碰到亚南了 亚南问 哎你们这是什么节目 我们说啊 这是一个王祖兰的吐槽大会啊 会说的特别犀利啊 特别狠啊 我们说你们两个肯定是 因为关系比较好嘛 都知道比较恩爱 当时就急了 我跟你讲 你们说什么呢 啊 在我眼里 是这样的人吗 我 然后他说这样 我把王祖兰这场出场费全给你们 让我上好不好 哈哈哈 我们 我们节目组是一个很正气的节目组 对不对 我当时说行 其实今天她的话呢 都是心里话 哈哈哈 前面亚南说那个郑凯 没有送她那个雪地靴什么的 对吧 其实你也不要太生气嘛 因为郑凯嘛 她她她她只送那种圈内的一线大牌之类的 对 就比如说你看 我就有 嗯 哈哈哈 郑凯呢大家都看过在跑哪里的表现 对不对 当初因为一不小心 对啊 对吧就是 然后就搞得很尴尬 对吧 其实当时呢 没有人听到 对不对 你想的节目效果 怎么可能听到呢 我们是看到后面 土白沫的王祖兰 然后呢 节目导演呢 也很坏 说郑凯啊 当时我们收声出了问题 没有拍到这个 你能不能给我们 后期配个音呢 这节目组太坏了 对不对 你说这种东西 又不是说来就来的 对吧 但郑凯不一样 说来就来 我跟你讲 你们不要觉得 郑凯长得很帅 他就没有 但是他是个实力派演员 当时在录音棚里 就这样 导演给你来个悠扬的 再给你来一个深沉 给你来一个若有所思的 导演 导演 你们知道录音棚是密封的 你们知道吗 导演 导演抢救了三天三夜 然后开始 祖兰 祖兰 大家都都认识 对吧 也是从跑男里面开始认识的 祖兰在跑男里面表现非常精彩 对吧 奔跑的兄弟 他的主要表现为 跑吧兄弟 真的一直在跑 有人说 王祖兰在跑男里面表现非常的浮夸 说他那个大笑啊什么 很多表情啊 很浮夸 我觉得你们应该理解一下他 对吧 他浮夸是因为他害怕 对不对 是 其实真人秀这种东西呢都是有剧本安排的 对吧 然后很多剧下来呢 祖兰被撕得很惨 导演也很看不下去了嘛 就给祖兰安排一些去关怀他的情节 所以就安排了亚南嫁给他 一直没告诉他 我跟祖兰呢都上过另一个节目 叫百乐门啊 有看过的可能知道 就是其中有一个环节呢 是让我去吐槽金星金姐啊 然后我刚才不知道怎么演 我就问祖兰 祖兰这怎么演 祖兰说 你听我的 你就狠狠地吐槽 越狠越红 我也想 哦对 祖兰哥说的肯定没有问题 对吧 我就吐槽得特别狠 然后那个节目我就上了一期 祖兰和亚南的婚礼呢 当时是在那个迪士尼举行的 迪士尼非常的浪漫啊 然后他们结婚的当时是西式的婚礼嘛 就牧师就说 祖兰 请给你的妻子戴上戒指 亚南 你可以亲吻你的老公了 最后呢 我也非常感谢祖兰哥 给我这个机会 站在他的吐槽大会上 前两天呢 把我的摆了门搞黄之后呢 也算是给了我一个 重新做人的机会 我还想说啊 祖兰哥 唱歌我可能不太行 但是论搞喜剧呢 我比刘维强很多 不多说了 老板 春节快乐 谢谢大家 我是池子 谢谢 掌声有请池子 大家好 我是池子 上次节目一播出呢 我的私信就涨 很多人就问我 师父你为什么不来啊 这不来了吗 对不对 这节目没有我能看到 我问问你们 观众朋友们 你们想死我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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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好 我是池子 哈哈 上一期节目啊 我确实是没有来啊 很多网友问我啊 池子你为什么不来 我就回答他们对吧 你们想 吐槽大会 我的三期都上来 对吧 我靠的是什么 实力 对不对 经济实力 就是 上一期确实是没钱了 对 这都是开玩笑 开玩笑 其实上一期呢 我没有上是因为 我确实身体不太好 住院了 因为已经吐槽了 二十多个嘉宾了 总有脾气不好的 对不对 当时我在医院里 也没有闲着 对吧 我就照顾旁边的 张少刚老师 不到一个星期 我俩双双出院了 想死你们了 然后先说沈灵老师 沈灵老师 是以前做主持人 做得不太好 当歌手 当歌手 唱得不太行 做微商 对吧 其实他的故事很励志 对吧 很努力 对吧 有一个告诉大家一个道理 对吧 当上帝关上你的一扇门 对吧 你就努力打开一扇窗 当上帝关上你的这扇窗 你有努力地去打开那扇门 沈灵老师 你要知道 上帝不想让你出来 就别出来了好不好 孔连顺 大家可能不太认识 但说孔女神都认识 网上有很多留言 说孔连顺 是现在年轻人的女神 我现在作为一个 95年的年轻人 我让大家澄清一下 我们心里的女神 真的不是这个样子 对吧 我们心里的女神 肯定是 不是 肯定是沈灵这样的 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孔连顺老师最开始呢 是做一个特效师 那个视频我看了 那个人左手写着五个字 这边是火焰 右手写着五个字 这边是冰霜 我是看电影的 我还是看小说的 你管你这叫特效嘛 我们都管这叫字幕好不好 真是你这真的 你这现在说 就是一个发弹幕的工匠 前一段时间呢 上减肥的真人秀 孔连顺老师 上减肥真人秀 很励志 说一上节目就说 我三个月要减肥三十几 要不然我背着马东 绕操场跑五圈 他也特别有横心 自从说完这句话 连续三个月 天天督促马东减肥 史严老师 我的朋友 可能不太知道 但确实是我的朋友 对 他很厉害啊 又会说脱口秀 又是教英语的老师 然后同时还开了一间咖啡馆 很大 我们都去演出过 我们公司签约他呢 主要就是因为他有咖啡馆 曾经有很多网友问我 说池子 你看你也没什么文化 你天天跟上海交大毕业的史严 站在同一个舞台上 你不感到紧张吗 后来想了想 你看史严老师 寒窗苦读十几年 对吧 受了多少苦 遭了多少罪 最后交大毕业了 现在跟我站在一个舞台上 紧张的应该是他呀 大家看台上啊 著名的演 也不是著名 就是著名的歌手 也不是 就是张张你是干嘛的 模特 著名的模特 张亮老师是一个职业的模特 真的是职业模特 但他有一些职业习惯啊 真的实在是改不掉 就刚才我们这个排练的时候呢 我们就让他走这个台嘛 他每次走到这儿 亮完相就走 我们导演都疯了 对吧 你帅什么的 你说话呀 曾经有一个故事呢 就是北京的地铁里面啊 曾经贴过一个海报 就是无墨仇的一张脸啊 说吓哭了小朋友啊 很多人都不信呢 今天我就告诉你们 那个小朋友就是我 原来是你了 真的是我啊 当时我真的一直没敢下车 我一直坐到了终点 在警察叔叔把我抱下去 接下来呢 就是蔡国庆老师 特别欣赏的老艺术家 其实我不太敢吐槽蔡国庆老师 因为上台之前 我妈给我打电话 说你敢说蔡国庆老师坏话 过年回家就没有饺子吃 还好我不爱吃饺子 蔡国庆老师呢 是中国流行音乐的男歌手 上春晚次数21次 我很惊讶呀 他是流行男歌手 对不对 我这什么时候流行音乐 变成这样了 然后他上春晚21次 21次什么概念呢 就这么给你们说吧 我今年21岁了 我的前半辈子 就活在他的祝福里 蔡国庆老师的代表作 365个祝福 能看出蔡国庆老师 是一个很敬业的人 勤勤恳恳 每天都在祝福 每四年才能休息一次 不懂了吧 对吧 润年 哎呀我的天 知识点 这都是知识点 这年有366天 我的天 哎呀不说了不说了 有点狂 大家可能不知道啊 蔡国庆老师呢 是30年代的奶油小生 就是 30年代 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就是他呢 从出道开始呢 心态就特别年轻 一直走在流行音乐队伍的前端 带队 这么多年过去了 现在还在流行音乐的队伍里 徘徊在队尾 迟迟不肯掉队 我觉得我很欣赏他这种态度 但是我觉得蔡国庆老师 你该换一支队伍就换一支 你在队伍里 中国流行音乐为了照顾你 都跑不起来 你知道吗 这都是开玩笑啊 蔡国庆老师是一个很温柔的人 一直有一颗年轻的心 我希望呢 我如果真的变老了 我就想当蔡国庆老师这样的人 谢谢大家 我是池子 谢谢你 池子 太棒了 好棒 好棒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的就是 抱着大腿的墙头草 池子 还好 我是池子 耶 男人 你我的男人 耶 算了你不会 今儿我呢 带到我们北京台突然的话 发了我说话 就是吃铁丝拉到你一笔 他唱的一歌就是笔口喝水 够呛 这我就以自己的话 买在里面 甭跟我这不讲你 哎好 我是池子 不难发现 今天我们主持人换成王子健了 对不对 因为很多网友在网上说啊 张少刚你下去 张少刚你真讨厌 张少刚你恶心 是不是很耳熟啊 张少刚老师 你不要生气 网友嘛就是爱说真心话 而且张少刚老师确实挺挺狠的 对吧 这么多人想换他 就是换不掉 吐槽大会都主持五期了 用句黑话讲 你就是我们吐槽大会的景田啊 网上还有很多网友啊 说啊 把张少刚换成王子健好不好 一定要换成王子健 说很多网友很着急 你们不要着急 对不对 我们节目组啊 张少刚王子健 他们水平谁高谁低 我们更清楚啊 都不高啊 我们是在等 等另一个人降价好不好 这不今天王子健就来了吗 对不对 对然后 然后下一期节目呢 大家拭目以待啊 谁便宜请谁 我不要抢了你们两个 对 然后沈凌老师 你也不要着急 你你太便宜了 你不行 王哥我很熟悉啊 经常跟王哥一起录节目嘛 对吧 王哥人特别好 每次录完节目就说 谢谢大家 谢谢 我是王子健 你谢什么呀 对吧 说的那么不好笑 你应该对不起啊 你就应该每次节目结束的时候 对吧 你就说 对不起大家 我是王子健 对不起不好笑 对不起 我觉得结束的时候 说对不起也不好用 对吧 你得第二期节目开始 也得对不起 对不起大家 大家还是我对不起 还是我 今天呢 你们很幸运啊 有幸见到了中国著名民间艺术团体 藏爱家族 李旦 沈凌 大张伟 到齐了 为什么 但是这也是分高低的啊 你们可能看不出来 就是李旦 就是最低级 就是在颜色上做手脚 大张伟老师 颜色造型一起的 对吧 比较搭配 最难看出来就是沈凌老师 你们可能看不出来啊 但他这种是最高级的 由内而外的 气质上的 形而上的low 形而上不懂了吧 就知识点 就是 我的天哪 我们沈凌老师啊 官方身高172 今天我就告诉大家吧 我身高175 我做梦也没想到 三公分是这么长 黄婷婷啊 是我的粉丝 在台下一直说 哎呀 就喜欢我 只喜欢我的颜值 对吧 这肯定是开玩笑的 对吧 也不要相信 对吧 肯定带一点才华 对 就是 好 收 网上说张铁林老师呢 是做过心脏这个支架手术啊 做支架手术 我也理解了 对吧 养皇帝 养那么多皇帝 生气气的 而且张铁林老师很勇敢啊 对不对 心脏做了手术之后 还敢来我们节目 你是想看看你支架 结实不结实是吗 张铁林老师经常练书法 他是国际书法家协会的副会长 国际书法家协会啊 什么意思 就是国内不太承认 这都开玩笑 接下来啊 是我的偶像 大张伟老师 大张伟呢 曾经是六大智慧少年之一 就这你也信 就这种头衔 谁不会说呀 我还中国四大作死天王呢 而且你们想 六大智慧少年 谁得到这么傻的头衔 还往外说呀 这像智慧少年干的事吗 你看那五个谁说过 大张伟老师呢 很神奇啊 以前叫张伟 后来觉得自己名字太俗 改变成大张伟 就是这种把名字前面加个大字 我三年级之前还干得出来 都多大了 你前面加个大字 我觉得你想要 想要名字变得不俗 你后边加个大字 对不对 你叫张伟大 听起来起码很伟大 然后有人说大张伟抄袭 那大张伟老师就说嘛 我是音乐的裁缝 我觉得你当裁缝可以 你自己买布行不行 人家都做成衣服 你给别人剪了 你是台风 别人用自己的作品说话 你用别人的作品说话 其实我特别喜欢大张伟 我希望能跟大张伟 有朝一旨能合作 一个脱口秀节目 对吧 因为你们想 那种节目合作起来 就很轻松 不用我说什么话 你看天天想上 我还都插不上嘴 吐槽了这么多呢 我在这里呢 也是跟大张伟老师的粉丝们 道歉啊 对吧 跟你道歉也不用道歉 你没事 粉丝比较可怕 对吧 大张伟老师难过了 哭哭就好了 对吧 粉丝不行 对不对 你呼噜呼噜瓢不哭了 那粉丝几百万 呼噜我的瓢谁受了 最后我想说 确实是之前 我写这大张伟老师 稿子的时候呢 我也上网看他的视频 黑点呀什么的 也是看了有五六个小时 对吧 李淡是看完之后写不出来 我看完呢 都删稿子 我跟你讲 真的我是大心底 比较喜欢大张伟老师 确实是我的童年偶像 在这里我想说 人间精品 大张伟 谢谢大家 我是池子 耶 好 来来来 来来 好 我们掌声有请 但总永远的小弟 池子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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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池子 这边又来了 啊 哥们靠的就是实 用实力让情怀落地 李淡24小时 给我家门口 哎 说你来吧 没档期吗 这是 哎 我怎么又有池子 我不是说换掉吗 这期没胎吧 拿掉啊 别别别 哥哥哥 什么实力 你已经害我 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帅哥哥们先来 对对对对不对 是 oline 谁便宜请谁 果然你又来到了现场 王自剑我们只能请一次 你我们每一期都请得起 其实王自剑 其实是最近有一些轻度的抑郁症 前两天见面的时候 就是开导一下 聊聊天就好了 张长刚老师很热情 上去讲了一个笑话 现在已经住院了 而且我看我们《错误大会》的节目 有弹幕说 池子你也看提字器 我看提字器怎么了 人家里晨 专业的主持人还照着手卡念 都没有拿下去 都没有拿下去 明星能看提字器 为什么我不能 我也想当明星 而且我的照提字器念 是节目组要求的 因为我这个人 如果不按词来的话 真的这节目都播不出去 我给你讲 江自达是个网红 写文章 写诗 对网友 现在想出书 你们听着是不是很类似 建于我身边有一个这样的朋友 我建议你呢 你直接找个女朋友 卖衣服就行了 不不不 你直接卖衣服就行了 真的啊 江自达天天穿的 我看个QQ秀一样 你就差个大翅膀了 我看 李旦呢 看了也很着急 马上买了个红钻 对不对 都是会员 知识点 那个红钻QQ秀 免费穿 哎呀 对 有点狂啊 对 有点狂啊 那么那个江自达呢 他说我什么没见过十万块 我是没见过十万块 对吧 但你见过两千万柔光双测的Vivo吗 Vivo X9 照亮你的美 接下来就厉害了 李晨 李晨 百忙之中卸下一身肌肉来到现场 卸家里头 很厉害啊 这是开玩笑啊 李晨是李晨尼克是个做潮牌的嘛 然后李晨做潮牌呢 但是他说他不靠粉丝卖衣服 对吧 他说不像薛某签 薛某签 他没有点名 没有点名 没有名说 对不像薛某签一样 他说他不认同粉丝经济 我呢我也不认同粉丝经济 我觉得就我们这种买粉丝的都不太认同 好像 什么鬼 接下来是朱真老师 朱真老师这个脱发确实是有一点严重 对吧 这发就先一年年往后 你再不治的话就快到腰了 我跟你讲 甩上来我 这个朱真老师你也不要发愁 对吧 就这种中老年人都有这种毛病 对吧 沙翼老师也是这样 对吧 但是他心态很好啊 对吧 他虽然是脱发 对但是他对自己的发型要求很高 刚才在后台跟我们发型师说 两边留着中间打薄一点 发型师都疯了 说哥就你这头发 再打薄就流血了 接下来是随之谦 随之谦老师 他说过2017年再不上综艺节目 今天就来了 他呢 他不上综艺节目呢 是想好好唱歌 我们节目请他呢 是想为华业乐坛做一些事情 对你就不要唱了好不好 薛之谦呢 大家可能不太知道啊 曾经毕业于瑞士酒店管理学院 当初家庭也不是很富裕 他爸爸为了让他学这个酒店管理 把酒店都卖了 薛之谦毕业之后 苦于没有酒店管理 苦于没有酒店管理 薛之谦呢 微博上是个段子手 对吧 长得很帅 开始卖衣服 李淡呢也是个段子手啊 长得 开始卖衣服 我觉得我现在不卖点啥 都不像搞喜剧的 我跟你讲 今天的后台 我跟薛之谦跟我说 那个Vivo X 我给我用一下 我说干嘛呀 我说我用Vivo拍 我是想拍得好看一点 你又不用 他说我不是想拍照 我说刚才发了个广告 我想查一查 上没上热搜 我说你用你自己手机 查不得了吗 他说我用自己手机 查会被别人看到 多傻呀 你没想到我会说出来吧 我们采访的时候 我们问薛之谦 你有什么最大的愿望 他说我有两个愿望 第一个愿望就是希望世界和平 我说那第二个呢 他说第二个不好意思说 怕你们笑话我 我说不会呀 怎么会笑话你呢 他说第二个愿望想 唱歌不跑掉 咱们还是聊一聊世界和平的事吧 好不好 这之前唱歌动作特别多 对吧 很用力 对吧 上一次我见到这个动作 还是在费翔身上 最后我想 薛之谦现在虽然 开火锅店上综艺 但是他一直都没有忘记 自己当歌手的这个梦想 一直都没有忘记 这说明什么 说明他记性还不错 谢谢大家伙池子 掌声请池子 大家好我是池子 来了那么多集图堂大会了 对不对 给你们讲了那么多知识点 你们一定收获很大 接下来给你们讲一个最重要的东西 厉害不厉害 我的天呢 打开了 更厉害的来了 我的天哪 拍照 我的天帅不帅 Vivo X9深空拍照 这是今天的知识点 对 大家好我是池子 很开心啊 这是我第二次跟金子同台了 也是第二次跟建国同台了 也是第六次跟李淡同台了 能看出来 李小璐确实在娱乐圈 没什么朋友 都是开玩笑啊 不是说你没朋友 对吧 你看看台上这几位 你想跟谁当朋友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我在台上有两个朋友 我都觉得丢人 上次呢 我看我们节目的弹幕 有一个网友说 说 哎呀 王自荐真讨厌 哎 我还怎么骂张绍刚 看个节目跟你们仇的 对不对 照不好了 金子来了对不对 你们就骂他准备错好不好 弹幕走起来金子不要脸好不好 我仿佛看到郭老师在敲打键盘啊 我觉得张绍刚老师虽然已经不在了 就是 也不是也不是不在就是走了嘛 就是 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活在我们心里 算了挺恶心的 活在弹幕里吧 好不好 咱们给他点上小蜡烛 送他走好不好 对 然后 我觉得你们真的弹幕里 就有什么意见 就表达出来的吧 你们弹幕足够多的话 我们节目组就听你的 真的 你们可能会怀疑啊 我们这弹幕是怎么审查的 你们以为策划人是吃白饭的吗 每条弹幕他都看的 他这个眼睛一次只能看一行 我跟你讲 这个头发大会在看七八遍 才能把弹幕看完 哎呀很辛苦啊 对不对 你看他那头发 你以为是染红的吗 不是 脑衣鞋 很辛苦啊 金子啊 上次就来土豆大会 很不要脸 很自信的 把 把那个奖杯颁给了自己 这次我们节目组呢 就是为了防止你得奖 特地让你当主持人 对不对 这次你要再得奖 我把奖杯吃了 让你带走啊 我再讲他吃了啊 我吃啊 咱们讲他吃了啊 金子最近喜欢拍电影啊 我也查了查 他很早就喜欢拍电影 第一部电影 刚出到的时候好像 豆瓣评分是3.9分 就虽然不是很高 但是没有关系嘛 有上升空间 近几天拍的电影 我查了查 已经到0分了啊 我觉得小鹿姐呢 是高开低走 你这是低开不走啊 躺着就不动了 你死不死啊 前两天金子还发微博 说自己爱健身 在高铁上也不能闲着呀 不要浪费时间 在高铁上健身 我记得高铁上健身 你不是浪费时间 你就是浪费生命啊 高铁上健身多危险啊 对吧 你看啊 健身复活撑 正复活撑呢 一刹车 变倒立了 很危险 不要这样啊 接下来我们萧扬老师 萧扬这个名字 听起来很霸气 对不对 你们可能没太听出来 但我跟金子应该知道 北京人一生气就爱萧扬的 说的就是萧扬老师 很霸气 萧扬老师 我以为有人这不知道 萧扬老师呢 他们叫筷子兄弟 他们寓意是永远不分开 你拉倒吧 筷子什么时候在一块 永远不分开的 那是双切棍好 刘云 刘云大家可能不太知道 但是正军背后的女人 对不对 二十多年在正军背后 藏得特别好 没有人发现啊 而且 而且对吧 大家都知道 她是摇滚酵母 酵母什么意思 酵母是一种单细胞真菌啊 蒸馒头用的 哎呀 简直是一道送分题啊 接着说李小璐 陆姐 十六岁就拿下了 你和金马奖影后 二十七岁拿下了佳乃亮 前两天又拿下了 朱姆朗玛风 我知道有很多演员啊 都被别人评价说啊 她曾经攀上了演艺的高峰啊 我觉得只有你是自己爬上去的啊 这些男的小璐的那个外表有很大的变化 他其实是想大家证明 对吧 证明自己不是一个靠脸的演员 起码不是靠当初那张脸 对吧 靠自己的演技 我网上有网友啊 批评李小璐的演技 我觉得网友 你有什么资格批评李小璐 对不对 人家确实十六岁就拿金马影后 对不对 要如果我十六岁拿金马影后 我天天骂网友 对不对 像李淡一样 你也没拿金马影后我 你就是个僧女 你天天骂网友干嘛 李小璐的妈妈是中俄混血 所以说小璐也带一点俄罗斯的血统 然后加点量是东北的血统 甜心呢 现在合一块大概应该是黑龙江的血统吧 我觉得小璐呢 这些年很多人评论他的 评论他的演技 评论他的生活 但是我觉得他就自己做自己就好了嘛 就不要在乎大家的评价 他就是想活得精彩一点 想跟自己的家庭过得好一点 我谢谢大家 我是吃的 太棒了 太棒了 请高财中池子 大家好 我是池子 池子 池子 我爱你 我要跟你削猴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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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有一哥们自称透过秀鼻子 他有一哥们自称小品天王 那我就是 池子 大家好 我是池子 今天我们这个嘉宾非常亮眼对不对 有些人是靠发型取胜 有些人是靠没有发型取胜 有些人是靠没有发型取胜 很开心来到这个挫头大会 刚才淡总在后台玩探探 你知道探探这个软件呢 往左滑是不喜欢 往右滑是喜欢 淡总听说这个是脱胆神器之后 他在后台是这样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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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个小时 我手机屏幕都快掉了 哎呀 玩完探探 那淡探手是这样 特别厉害的 真的 哎呀 然后我就 你们也不要担心啊 对吧 不要以为玩探探的人都是他那样 对吧 也有也有我这样 就是 年轻可爱帅气的小鲜肉 对 这样 对 好的 我的天哪 观众朋友们 你们可能没有发现 不知不觉之中 你们已经听了六个广告 六个广告了 恶心不恶心 不要急着给出答案 接下来带给你第七个 大家知道上一期呢 我提了一下那个李淡啊 对吧 说他穿衣服 像冲了红钻一样 给张远刚老师气坏了 就问我 说池子 我穿什么衣服 能比QQ秀更好看 我说你就不知道 我们现在年轻人 我们潮人啊 都用QQ厘米秀 对吧 对这不是个知识点 这是个广告 不光年轻人用QQ厘米秀 潮人也用QQ厘米秀 我也用QQ厘米秀 这个广告硬不硬 硬 硬 有点狂啊 一上来就两个广告 太狂了 太狂了 好 这是说咱们的嘉宾 刘能 能哥 大家可能看不出来啊 能哥在后台跟我说 他花冰特别厉害 说他花冰 真的摩托车都追不上 我说你这拉倒 这有什么新鲜的 对吧 我花冰 你骑摩托车 在冰上你也追不上我 你不帅死就算你赢 好不好 接着说刘亦为老师 然后介绍别的嘉宾呢 有可能是 我读您的书长大 我看您的电影长大 介绍您我就是 我吃您的饭长大 接着说前一段电影 乘风波浪 大家都看了吧 赵寿也有情客串 那场戏拍了三天三夜 足足有五秒 对 很厉害 其实本来不是这样的 本来不是这样 本来他去客串 然后韩韩说 这样我们编剧 没有给你写台词 你就不要说话 我会编呀 韩韩说 我们这个话筒都不太够啊 收音收不到 我带话筒了 韩韩说 这样我们机位也不太够的 可能没有你的镜头 我带摄影团队来了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 你不会做后期呀 后期全给他剪了 赵正平照顾 参加过《欢乐喜剧人》 很霸气呀 节目录制之前就说 这个节目 我当第二 没人敢当第一 当天就被淘汰了 我录了三期 我录了三期 其实赵哥呢 脾气特别火爆 有一次在医院跟别人吵架 你们拿刀啊 然后十几个人 把他摁在地上 拉了双眼皮 其实都是开玩笑 赵哥 赵哥这么大了 对吧 一直在进步 一直在学习 42岁啊 还赞款上大学 真的很不容易 42岁了 上个大学 你为什么还赞款呀 我都掏得起大学的钱了 小沈阳 小沈阳 这是小沈阳老师 小沈阳呢 跟他的夫人特别恩爱 跟他老婆特别恩爱 经常在微博上互动 对不对 转发 评论 点赞 什么的 你俩就不能加个微信吧 小沈阳的老婆呢 叫沈春阳 他呢叫小沈阳 女儿呢叫沈小阳 我就纳闷 这沈阳市旅游局 给你们多少钱 当时在欢乐喜剧人的时候 有一次呢 宋小宝表演受伤 临时让这个小沈阳 去顶替一下 当场就拿了第二名 然后宋小宝 抱着小沈阳就哭啊 小沈阳就安慰他 没事 都是哥应该做的 宋小宝把给气的 你个孙晒 你害个人骄傲的 你要不来我都是第一 来这么多期节目了 很多人就管我叫池子老师 我确实又过意不去 真的很过意不去 但今天在后台呢 小沈阳叫我池子老师的时候 忽然觉得能教他点什么 前面都是开玩笑啊 最后我想说呢 我特别欣赏小沈阳的一句话 他说演出最重要的就是对得起观众 他也确实做到了 为了对得起观众 他已经不演出了 谢谢大家我是池子 有请丁四湖池子 大家好我是池子 脱头大会呢已经到最后一集了 很多粉丝都说舍不得我 不管还能在哪才能看到我 这个问题很简单 你把实际脱头大会 再看一遍不就好了吗 这是最后一个支持点 大家好我是池子 今天是最后一期的脱头大会了 非常开心 我们也是非常用心 准备这期节目 我们请的主咖厉不厉害 对不对 有两个 我的天 曾毅自己带着椅子来的 对 上一期节目呢 我不是吐槽李淡吗 在后台玩探探 在后台玩探探 使劲刷 手指头都这样 我跟你讲 刚才我在后台看 还在玩 我就说淡淡 这探探是个脱单神器 对吧 但是你这样的找不着的 淡淡说没关系 我用的是你的手机 你年轻 你单身 你颜值高啊 谁能想到 谁能想到 谁能想到这是条广告 有点狂 今天的舞台上 算上李淡 一共有七个歌手 就是为什么要算上李淡呢 对吧 增益都算 为什么李淡不算 然后再说这个和杰 刚才看和杰的表现 大家应该能看出来 对吧 中国有句古话叫 一运傻三年 你这三年刚开始是吧 和杰曾经放狠话 说我受不下来 我就退出娱乐圈 我说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你在娱乐圈进进处处的不太好 这个娱乐圈的通道就这么窄 对不对 万一你那天卡住了 后边的人怎么进去 就因为你苏醒现在还没进去 苏醒啊是和杰的好朋友 从名气也看得出来 关系非常好 然后当初呢 当初快乐男生的亚军 亚军 但是有很多人说啊 苏醒是刷票的亚军 这些人就有病对不对 有人神经病啊 刷票刷到亚军 对吗 苏醒则是 然后接下来李玉刚老师 星光大道的冠军 非常厉害 他星光大道 刚出道的时候 就被破格提升为 国家的一级演员 同样是星光大道出来的 人家就是一级演员 为什么你俩就不是 证明国家还是有分寸的 国家还是有分寸的 一个人一级两分两级 因为你们想啊对吧 你要国家带李玉刚出去演出 这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 你要带他们演出呢对吧 你出去办签证的时候 你们出国是什么目的 曾姨在旁边 留下来 签证都办不下来 李玉刚老师早些时候呢 生活确实很艰辛 穷困潦倒 曾经投河自尽 但是被乞丐给救了上来 这都是真事 但是我觉得乞丐 当时也不是想救你 他可能觉得 这盒里什么东西 感觉捞上来 感觉捞上来能卖钱 但他们没想到啊 捞上来还能卖艺啊 然后李刚说他小时候呢 和妈妈一起 卖那个炸的麻花 他妈妈炸麻花的手上都是油 就经常摸他头 这摸头上就是 又油又亮的 我就纳闷 李淡你妈妈小时候 卖的是什么呀 火轮果吗 李淡刚老师很早的时候 开过服装店 就卖那种西装 就是很艳丽的那种西装 但是当时审美跟不上吧 对吧 卖的不太好 那衣服就全扔了 很明显张绍刚全捡走了 接下来 众名的灵化 不对 凤凰传奇组合 凤凰传奇 凤凰传奇说他们 说他们就怕什么 就怕被别人误解 就说 歌红人不红 很悲催 我觉得你不要担心 我这儿还有 歌不红人不红的 这儿还有 歌不红人不红 大人也不红的 笑得我嗓子都痒了 其实曾益的演唱风格 我们喜剧演员特别熟悉 就是个捧跟的 你听 是谁在唱歌 温暖了寂寞 好嘛 对 曾益很熟悉 就我在想 曾益在台上 如果没有歌词的时候 他心里在想什么 或者他在干些什么 有 对吧 就是很容易走神 据说有一次 在演唱会上 曾益下台去吃了个夜宵 回来都没被发现 有一次呢 凌花为了照顾曾益的感情 特地写了一首情歌对唱 给他多写了一首词 当时曾益就哭了 你想累死我呀 起来 然后要知道 无论什么演出呢 他们两个真的是合作 非常愉快 演出费都是对半分 但是有一次演出完 凌花就跑到后台 就跟主办方哭 凭什么 他就说了八个又 跟我拿的钱一样多 主办方就安慰他们 对吧 你凌花你不能这么想 对不对 你想想你们是个组合 没了增益 你们这组合还完整吗 凌花就想了想 完整 而且最近呢很多人就传言啊 《凤凰传奇》要解散 很多这种传闻 谣言嘛 每次呢他们就出来辟谣 辟谣完呢 那凌花就开始后悔 其实我觉得啊 一个小意见啊 我觉得你们俩单飞呢 都比现在赚得多 曾毅你去喊麦 对吧 收入绝对翻倍 凌花你什么也不用变 她走了你收入绝对翻倍 然后有人问凌花啊 就是如果让你 在老公和音乐之间选一下 你会选择什么 很明显 她选择了放弃 谢谢啊 我值得 太有牌了 太有牌了 太有牌了